我当然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件事情 虽然说每个人都说我们初选的制度被破坏了 但是我必须要说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难得碰到一个百年的政治奇才 而且我们是在野 我们希望2020能够拿回执政权 所以很多事情就会有所谓弹性的做法 那你说初选 初选只是一个技术上一个层面的问题 基本上面你看 以前我们的初选要办证件要辩论 最重要是有很多的时候 你要先缴900万的经费 现在因为这样的一个打破里面 我想所有的候选人应该其实还蛮高兴的 这900万就不要了 没有什么作业费等等之类的 所以不用任何的报名费 那这样子参选人不就爆炸吗 不会了 因为像台面上也就是只有这四个 顶多会增加两三个而已 因为大家的锁定的焦点还是在前三名 还是在前三名 所以大家稍然勿造 媒体关注的不管怎么样 像我们的张上正前院长 还有我们张亚忠也都愿意来 可是目前媒体的版面其实没有那么多 那我必须要说 其实我所说的就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刚刚美人所提到的 不用辩论 不用这个所谓的证件发表吗 也可以有 但是我们认为 在我们这个特别办法完了之后 应该会是在6月5号之后 才会办一个所谓的证件发表 那韩国瑜如果已经表明了 他只是被动的参加 但是大家知道 现在你也可以不用 一定要在这个平台上面 各自输你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用你的社群网站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把你认为要把台湾带到什么方向 稍微说一下 这也是一种他证件的一个方式 那其他的候选人 也可以用一个正式的一个平台 看看大家用什么方法 这都是技术的问题 那我也不去承认 我们过去就像王院长非常不爽的 他认为我也很辛苦在这参加 然后你们都破坏我们的游戏规则 但是原因就是只有一点 弹性的一些做法 弹性的一些的处理 那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数 还是在郭台铭 他自己的态度是如何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是前二 而且他这一次去了美国之后呢 我们不要忘记了 小英总统只要跟我们 任何一个副助理国务卿 亚太的副助理国问卿 只要他来跟他 稍微有点短短的碰面 他就可以把他夸道到不得了 美中的关 台美关系是如何如何的好 郭台铭 我们堂堂的候选人 直接跟现任美国总统 一讲就是50分钟 不管他的角色到底是怎么样 起码他的国际的曝光率 还有对台湾的能见度来说 都是一个大大的加分 这也是目前执政长没有的 而且是他戴这个帽子 见川普 中国竟然没有讲话 对 而且没有被马赛克掉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